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袁总 这是前三个季度 瑞克的财务报表 由于咱们公司 经历了蜜亚绣场 和李之洁的事情之后呢 瑞克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仅造成了囤货堆积 很多老客户呢 也选择了提前和我们 这些我都知道 这个应收账款怎么差这么多 对 所以咱们公司财务一直在催 你也帮忙催一下 好 这个报表的数据不太好看 你让财务重新做一份 再给我看 袁总 这样做风险很大的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咱们不敢想象的 能出什么事 这个只是暂时的 公司过渡一下 你要相信 咱们一定能扛过去 是吗 对 那我就照您说的做 你再不吃 本小姐就要吃完了 你个臭猪子 我明明是来看你的 快给本小姐撑死了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放完赶紧走 我这不是来看看老朋友吗 看你受伤给你回回血 你不就喜欢吃这些垃圾食品吗 光竖着掌不横着掌 你别 行了啊 算你有良心 行了吧 听说 你受伤 带一袭来看你了 还给你做了新加坡菜 好吃吗 还挺好吃的 不是 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觉得吧 人在戴一袭对你挺好的 你干吗总有人在生气 你是不是天生就一副苦瓜脸啊 而且 不是你让人家来照顾你的吗 干吗 可要吕洞宾啊 放下吧 在下步的时候 我都给你铺垫好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 你对星星的感情了 正 正好从侧面说明了 你是一个专业的男人 哎呀 好男人就是你 你就是成风鸣 等等 你干吗跟他说星星的事 我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我能说什么 我就实话实说了 而且 你自从星星走了以后 就一直这么洒 你为什么不愿意走出来呢 以后 你要是闲得没事干 你就 你就吃你的垃圾食品 别再提醒醒了 说实话 你跟应希 怎么了 没怎么 那 你们现在算什么 不是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们俩现在算 恋人还是算朋友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好吧 我 挺希望你能走出来的 希望你能幸福 星星 也一定是这么想的